史智赛上这首诗中写道,征棚入汉塞,归烟入湖天。 这里的征棚原本指的是那些在塞上飞扬的棚草,而后来,这也成为了漂泊在外的游人的一种代称。 而在美国有这样一种植物,它被人们当作沙漠上的流浪者,它的名字叫做风滚草,这种神奇的草团子引发翻车,让美国居民头疼,政府也是想尽办法。 风滚草,实际上在国外不少地区的名声并不好,这是因为它对于当地的农业、牧业以及交通都有助其严重的恶劣影响,这种生命力极其顽强的植物实际上含有剧毒,若是有动物吃了它,掉不了多久就会毒发身亡。 这也是为什么各国的牧民极为害怕这种野草出现的原因,这种野草在干旱的时候会卷缩成一团。 直到气风将它吹到别的地方去,而在干燥地区,风滚草往往也是火灾发生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在冬天。 这种游风滚草引发的火灾对于当地农业的影响甚至让国家开始重视起来。 除此以外,在有的时候,柔于阳光的暴晒,这些失去水分的风滚草会卷曲得更加厉害,变成一团坚硬却轻盈的乱絮。 在平时这些物质只是让人看住头疼,但若是风滚草被吹到了公路上,密密麻麻的无穷无尽的它们会对交通造成极为严重的干扰。 高速行驶的汽车很难去躲避这些无处不在的东西,若是卷了车轮底下,不仅会损伤底盘,更容易引发翻车的危险。 过去的人们往往是使用点火的方式来引燃和消灭这些令人讨厌的植物,而现在,美国政府开始引进它的天敌来消灭风滚草。 但这种方式究竟成效如何,也只能用时间来判断了,政府也是没有其他办法了。 小伙伴们,你们听说过这种植物吗?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